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这个木棉花 因为这边每一年每年这个时间开只有这个时间是最漂亮的 这是第一次先来看的花 但有凋谢了一些 但是现在花花还是很漂亮 圈内最长的木棉花道横跨二林镇和皮头香 乡镇公所联合封街要让民众在周末假期长阳在木棉花树下进行拍照 美丽的花矿同样在彰化 二林铁道樱花季开跑 有平地樱花之称的花旗木花朵也正在喊包待放 粉红色的花蕊慢慢盛开 预计四月份会是最佳观赏期 不少提早造访的游客看不到盛开的花矿都有点失望 为了迎接接下来的赏花追火车人潮 山山国家风景管理处特别斥资一千四百万整修花道旁的栏杆要确保游客安全 三月份全台各地摆花齐放 无论是木棉花还是平地樱花花齐木都各有资色 民众想赏花可得把握时间花卸了就得再等明年 我是吴亦玄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 赶快加入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按赞开启小铃铛 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